我们的范例的解答 基本上都是会先讲一下 比如说函数怎么用 再来VBA怎么用 VBA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更快把一件事快速做完毕 OK那一定会的 只是说怎么样去撰写VBA程式 那概括起来 基本上就分了两种 一种是什么 按下按钮 一种是什么 制定函数 那两种我想 上次一半应该还有印象 按钮按下去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一键完成 甚至包含后续 你要把一个格式 或者是说你要把它列印输出成报表 或者是email出去 其实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你就一键完成 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制定函数 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会自己跳出一个函数 是完全量身定做 你工作里面会需要 你只要给他对的资料 他要的资料 那他会给你你需要的结果 那你事情就马上可以做完 需要的程式都在这里 所以上上礼拜 我们其实写了四段程式 包含什么呢 门号跟清除 其实程式都在这里 这里有没有 然后在做完Sub的程序之后 就可以变成按钮 有没有 清除 这个就变成按钮 OK 那另外还有插入函数 我们有两段 一个是手机函数 所以他一定是个方权 制定函数 那可是那个方权 他会跟我们要三个资料 要并且要点三次 那我想说 讲过同学会 提出问题 说老师那点三次很麻烦 所以后来又衍生出一个手机范围 有没有 OK 那如果说你们今天呢 大概未来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要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其实也不急着马上写那些程式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例档解开来 如果因为你又回头 你又回回家复习 那脑袋一片空空的话 至少你要学会复制贴上 至少贴上去 知道怎么去修改 比如说刚刚的东西 第一个在我们的那个什么 其他命令 上面这个箭头 有一个制定功能区 这个开发人员打勾之后 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把刚刚的程式 把它变成按钮的话 那我讲过 你可以先把这个先缩小 还记得吧 这个在影片里面都有 之后也许我就不重做 但是请各位看影片 我想这样比较不浪费太多时间 那我快速的把它做出 一定一个模组 如果你有模组之后 你可以把这四段程式怎么样 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这边来 做完了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结果的话 几种方法 你可以切到Visual Basic 这一段 这个是Sub Sub开头的话 那它就是对应到按钮 当然你不做按钮 也可以执行它 上面有个执行 你可以把它执行 它就全部出来了 另外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可以再按下个清除 它就出来了 实际上 VPA 它其实就是文字 那只是说 你可以透过程式撰写 或者未来 反正你只要增加一个模组 然后呢 自己再把这个结果打上去 也许 假设你没有头绪也没关系 云端上有很多的饭本 反正你就照着饭本 参考一下嘛 就是一样画葫芦改一下 应该也大概知道 然后呢 制定函数这边有方选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游标放在这边 实用者定义的 配合手机 手机范围 这两个都出来了 那当然你如果手机的话 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你就可以根据你工作需要 按下确定呢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结果给输出了 那当然你可以点它两下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方圈的话呢 当然你要恢复到 范围的话 就是直接选取 按个确定 直接怎么样 点两下 完成 OK 所以程式没有太多啦 就大概这样子 未来你的工作 其实写不了多少程式 但是它的效用 我觉得其实还蛮大的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这个部分 稍微复习一下 当然插入按钮 增加按钮的话 可以从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按钮 应该还有印象 然后可以把门号加上来 然后再来的话 一样就是做清楚 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按钮按下它 它就会执行 这些我想之前都有讲过 我们只是把这个重点 在概括复习一下 那未来 其实我们都是以范例党的问题 来做解答 那至于有些理论部分呢 一边讲到还有那边说啦 因为纯粹讲理论 其实会比较枯燥乏味 如果有一些实际上案例的话 你会感觉比较 有那种应用的感觉 OK 所以那待会的话 也许这一题完成之后 请各位呢 再下载那个范例档案 里面也许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这个编号有一个开的151 这个题目是从那个 之前跟各位介绍那个 Esser函数的468招里面的151题 那这一题 其实它里面题目我觉得出的还不错 那你们可以打开来 像以这一题来看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A栏是原始资料 B栏是要产生的结果资料 那就是 B栏实际上就是把 A栏里面的刮虎里面的资料 捞过来 OK 有没有 这边没有刮虎 那如果你刚好你的需求 像尤其你来源资料 比如从资料库 从ERP 从网路 从很多地方来源 然后 可是那个来源不是你要的结果 你要的是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可能像这种案例是 刚好是刮虎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你要刮虎里面资料 该怎么取得 那这个当然已经有答案了 答案这边看到 就这一串 OK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删掉 想想看 有没有方法 因为如果你想不出来的话 你只能用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Ctrl C Ctrl V 可是如果这资料 当然我们就很少 可是理论上 你工作上应该会非常的多 那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 这个范例 主要还是用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 你们可以找找看 但第一个 你要先找到这个刮虎的位置 第二个 抓后面的位置 第三个 利用前面跟后面的位置 用一个函数叫MID 这个MID函数 去切什么呢 这个里面 如果有 那理论上是 这个位置 一定他会跟你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来源 就是这个储存格 第二个的话是从哪一个字开始 那我们就从刮虎 后面再加1 那到哪一个字呢 后刮虎 再扣掉前面的刮虎 可是会多一个字 所以再把那个字给扣掉 那就会抓到我们要的 可是最后呢 会有个问题 就是有的储存格有刮虎 有的储存格没有刮虎 那如果没有刮虎 假设我们这个找 前刮虎 会用那个fine函数 这个fine函数呢 如果你找得到 它会告诉你在第几个字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 它回来会给你个错误去行 就是那个value的错误 那如果那个value的错误 如果一直出现在某个储存格里面 会怪怪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 另外最后一个函数 就是过滤掉这个错误 也就如果将来你出现个里面 有一些紧开头的 有没有 常常有value 或者是na not available 或者是ref 参照不到 那个如果你要把它过滤掉的话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就是专门过滤这种相关错误的 就是叫做ifl if 它其实是两个函数所组合成 就是if l 其实另外一个函数叫ifl 判断是否错误 那如果有错误就把它过滤掉 就是把这个value过滤成没有东西 空置串 两个串以后 这个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也许 等一下各位 再把那个我们的范例档 记得我把云端的网址 写在白板上 你就上去抓那个范例档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这个范例档案里面 151开头这一题 想想看 那我们做练习的大概就是第一个会先用内建函数来做 第二个我们会再用VBA来做 那VBA一样 有没有办法按下一个按钮 全部就完成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他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你自动就完 就是给他 他给你刮虎里面的资料 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反正未来 我们遇到问题 那解决的方法其实很多 那不外乎 当然你们比较熟悉的是函数 所以我们会用函数的方法 让各位先了解 那再来我们会再往前推进 再把那个VBA的部分 怎么去融入进来 然后做个延伸 那当然题目所用到的这些程式 当然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复杂的程度 当然我会控制在 各位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越后面的课程 程式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你慢慢 你要把前面 像上套礼拜讲过的程式 回家一定要打过 如果你回家没有打过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你会 还是很多地方 你会不太熟练 但是如果你回去有练习过 你后面你会把你衔接 越打越顺手 而且以后呢 自己都可以很快的 把那个按钮 自立函数很快给建立起来 那你一个工作 很快就完成 那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所以 自然而然你会有更多的时间 当然更多时间呢 其实你可以像有些同学 上班有时间 他就练习 像这种VBA的东西 反正上班 其实也不冲突 当然你相对的 你可以把工作效率给提高 我可以把工作机关系组织的 我可以把工作机关系组织的